带您看墾丁的海洋生态又有新的发现 中山大学的一名研究生在墾丁附近的深海 发生了一种主要分布在西太平洋前海的无脊椎动物海鞘 这也是前所未有的观察记录 就是这个白色几乎透明 只有三公分大小的海底生物 让台湾站上国际海洋生物界的舞台 首度在墾丁海域发现海鞘的苏氏围 回想采集过程还是相当振奋 我脑中知道的资料 它应该就是一个墾丁的新基础的东西 海鞘属于无脊椎动物 根据文献记载主要分布在印度西太平洋 9到12米的前海海域 不过最近首度在墾丁被发现 而且是在37米深的深海 不论地点或水深都写下新的观测记录 我们是在水深37米发现这个物种 所以我们已经打破了传统印象说 这个海鞘只有在水深9到12米 其实它可以生存在更深的海域 其实探索深海并不容易 特别是研究人员亲自下水采集标本 不止水压大危险性高 身上装备更是超过60公斤 对于体力和耐力都是一大考验 但是研究成果也比机械鱼捞 随机采样丰富得多 目前国际上海洋深层研究并不多 台湾投入的学者更少 中山大学海深所这几年积极采购设备 也开课协助研究生进行深潜训练 希望开发深海研究这个领域 记者宇尊分摩昭全 高雄报道